王淑儀今天接受楊少雄電台訪問 錄音之前才來個飯最熱身 他們兩個資深電視人非常好談 還打了長途電話給身在台灣的好友馮瑞凡 入行第一套配音劇集 就是跟他拍配音的根據學習 然後第一套出鏡的長編電視劇 也是全香港第一套長編電視劇 叫做夢斷成天 你肯定未出世了 即是六八六九年的時候 第一套 就跟他一起合作 他就叫做文景哥 那個角色的名字你記得嗎?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阿瑞芬 真的不要差王淑儀錢 我剛才聽少雄哥說 是不是有些五十年前的事都記得嗎? 不用說 就是這些 在這裡聊聊天 我去加拿大是八五年離開的 八五年之前都已經沒見了 你想想是不是三四十年沒見他? 很久了 是啊 很久沒見他 幸好剛才聽他的電話聲音都很精神 很清晰 起碼知道我是誰 不懂得有人 是啊 沒有衝一件事 我只想說就是說馮水凡這一筆 不要馮水凡我沒有今天 因為是他請我的 噢 事? 是 都是要說他沒辦法 少雄哥和Gigi姐兩人合作無間 感情要好 就算後來Gigi姐移民他鄉 都依然保持聯絡 是啊 我們就算沒有合作 我們經常都聚了 我去加拿大去探討他 是啊 不知道這麼快的加拿大做什麼 不關我事 因為我先生去那裡做事 你知道我又不會留戀什麼名 你留在香港 要去當然是一家人去的 你為什麼會願意丟掉 你當時紅得不得之了 沒有想這些東西的 因為那邊是請我先生過去做研究工作 是教醫學生 以及體證 我說駕雞除雞 是不是? 你要去我當然跟著去 難道丟下全家 果然是一個賢妻 謝謝 近年Gigi姐參與的幕前演出 都是以主持居多 拍劇的就比較少 而對於近年一些演員的習慣 Gigi姐也有些意見 我平時拍完戲 我從來都不看回規 我不看 因為我看到後來 我回來做劇 很多年輕人 一看完拍完那場戲之後 每個都閉上去看回規 然後說 導演為什麼我剛才那句對白 你不給我一個閉嘴 我真的暈倒了 導演給你不給你閉嘴 是他的決定 還有這一場戲 需不需要關閉 才能夠強調你這句對白呢 或者你的對白就是飄過就算了 這是導演決定的 有什麼理由的演員要關閉 導演說好… 好 再來過 你自己一個人做就好 你全體人 整場人在陪你 為了你少了一個閉嘴 所以要重拍 我看到這種作風是非常之差的 所以我都… 情願不拍 情願不拍 沒錯 就是這樣 Gigi姐又說有留意到 羅仲謙和楊兒 榮聲父母的新聞 並且已經恭喜對方 見到兩人單下女女 Gigi姐也很高興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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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